哈喽哈喽视频看之前多关注多推荐多投币多收藏谢谢 今天继续带大家来吃南宁的美食 第一站呢我们奢侈一点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豪华的一个 那个海鲜砂锅米粉 到了就是这家大龙新网冠米粉 很小的家店 这家店每一碗米线都是现煮的 这家店感觉厨师跟店员都很潮 感觉私下有在rap 有在bbox之类的 我点的这个是酸菜鱼扣口味 鱼扣应该就是鱼滑吧 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很潮的小哥哥 就是他们的那个收音员 在我吃这个米粉的20分钟这个时间内 收音员厨师还有收拾餐桌的一个大叔 他们三个轮流在吃米线 虽然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是我竟然会觉得 这家店应该很干净吧 是不是这样想又有点可悲 来尝一下这个米粉吧 我去 好好吃 我不夸张 是我吃过人生中 就是排行前三的米线 好好吃好好吃 这个汤特别的鲜特别的鲜甜 不是很推荐 首先就是我去的时候就前面也没有什么人 但是我还是差不多等了小半个小时 他出餐很慢 大概平均10分钟到15分钟才能煮好一罐吧 而且我看评论吧 有的一两点去 他还在那个备菜 有的一两点去 他就已经关门了 他就像是一个长得很好看 然后火也很好的体育生 但是他是多 但是他是多 就是你可能跟他已经约好了 你已经就是灌好缠了 但他说不好意思 今天我篮球打输了 我今天没有心情 就这种感觉 就是所有的条件都很棒 但是就是碰运气 你得碰到他状态好的那一天 就如果你想来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能吃上 也就是你不会失望 但是可能你会吃不上 老铁这个 这个再见爱人就是真的好看 真的好看 推荐你们去看这个再见爱人 真的好看 就是怎么会这么荒谬啊 就是他们上一期 第二期 我现在开始是第二期 第二期的时候还在撕逼 给我接一个礼拜我就是期待他们就是给我撕 给我撕 然后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开始给我就是说走一个温馨 一个温馨的路线 干嘛呀老铁 这个我看了 这个真的很好看 那我发现就是这个南宁还有挺多越南风味的那个餐厅 因为这里离那个越南比较近是吗 我猜的啊 然后现在我夜宵就准备去吃一个越南风味的美食 我本来想要做一个出租 但是他肯定觉得比较近吗 他就跟我说 他说堵车 晚上九十点堵车 是不是别人不翻火就把我当傻子呀 啊 然后我就他就推荐我去做这个摩滴 他差不多两公里吧两三公里 这个摩滴也要十块钱 我真的生气了 老铁们到了就这个叫最香螺 越南风味海螺 他这边的螺有特别多种类 但是我感觉电源就是有点小冷漠 所以我就自己随便选了几种 我点了三种螺啊 但是我也不认识 我就随便点的 我就是看我喜欢的形状和size 点了三种 然后两种呢是做的白灼 在白灼里面还有这个椰丝 然后还有一种做的是那个葱姜 先来尝一个这个 我也不记得叫什么了 老铁们赶紧我吃了一嘴沙 老铁们赶紧我吃了一嘴沙 吃的时候都咯吱咯咯的那个响 就感觉一直在嚼沙子 好像感觉好像没有很新鲜 有一点点新鲜 再吃一下这个 我靠这个文仔也买新鲜 去死啊 这个从最像来给我去死 不是所有的新臭味我都喜欢啊 一股新臭味还贵 不要卖了滚吧 真的吃的我就感觉有点想吐 所以我去旁边吃一点美味的东西 我把那个想吐的那种感觉压下去 真的是气死 十几块钱一碗这个螺蛳粉不香吗 我为什么要花一百多吃那个螺呀 我立马把小偶书上推荐这家螺的那个博主给拉黑 我立马拉黑 去死 别管我了别管我了 我刚刚吃那个螺还有那个螺蛳粉的时候 就是喝了一点小酒 然后就是一整个胃口大开 吃完螺吃完螺蛳粉 我又点了一份这个龙虾 别管我了 我今天我要美美的边吃龙虾边喝点小酒 然后边看这个在家人 而且我今天早上啊 你们看一下 就是遇到装修很正常对吧 但这个这个宾馆 他从早上啊 从早上七点慢给我装修到晚上七点啊 我一大清早就被那个吵醒啊 我今晚真的要把自己给把自己灌醉 然后明天我美美的睡个懒觉 别管 哈喽 今天就要离开广西了 然后 你听到那个装修的声音吗 老铁我到家了 我真的很难受 我现在很伤心 很难受 我回来的时候 我特意就是选了一班最便宜的机票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聪明伶俐 冰雪可人 三百多块钱 三百五 结果啊 就是行李脱印一百多 然后因为是深夜的 现在是凌晨啊 因为深夜的没有地铁 打车花了两百块钱 就算了下去总共花了几百 我费尽心机 我机关上进 我步步为营 结果 就是人又不舒服 就是做这种深夜的航班 然后还花了几百块 被关了